这几年户外运动风行、飞盘、旗行、奖盘等在社交媒体上走红,成为户外运动收场发掘到的新宝藏。 同样具有强社会属性的匹克球,能否借助飞盘的热度成为下一个户外运动流量高地? 欢迎收听生活故事广播节目,我是主持人,秋和。 匹克球最近受到不少关注,上海某匹克球俱乐部负责人张鸣对中国上报记者表示, 最近一个月专门来打匹克球的消费者超过200人次。 我们俱乐部推出的体验课很受欢迎。 北京某网球匹克球俱乐部负责人李志鹏对中国上报记者表示,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才遇到匹克球运动中来。 目前他的俱乐部陆续推出了成人儿童匹克球排训课程。 很多消费者都是一家人组团来打匹克球。 今年4月以来,每周的课程都处于满源状态。 匹克球是什么? 张鸣介绍,匹克球1965年诞生于美国融合了网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三项运动的优点。 匹克球为什么会在中国受到关注? 张鸣认为,社交媒体的推广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认识了匹克球, 比如,小红树官方账号、运动署,发起了一起匹克球的活动征集, 为创作者提供流量扶持。 另外,广州、上海、成都、奔州等地, 今年相继举办了不同规模的匹克球比赛,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。 匹克球对于场地和人数的要求不高,羽毛球场、网球场都可以作为场地。 一些大型的小区、广场也可以用于体验这项运动, 而且只要四个人就可以组局。 相对而言,这项运动比较简单, 没有运动基础的体验者,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手。 这在一定程度上,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参与。 如何破券成为焦点? 匹克球如果想达到飞盘的影响力, 仍需要从年轻人入手。 张明介绍,目前还有匹克球俱乐部、 咖室和咖啡、小酒馆等社会属性较强的业态、坚型、异业合作。 匹克球、咖啡、小酒馆都具有社交属性。 有些年轻人到咖啡店喝完咖啡后, 在咖啡店的后院可以来一场匹克球比赛。 这种新模式也值得探索, 可以让匹克球被更多的年轻人了解。 我相信,匹克球文化正在慢慢形成。 随着相关协会、企业的推广,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家加入。 匹克球相关产业链, 也会与更多的业态融合。 破券后,会成为下一个肥盆。